到达对马岛之后 大使团团长李忠诚 对对马岛太守的老婆图谋不轨 你过来啊 咦 但好巧不巧 这位美貌如花的太守老婆 可是小夕刑场的女儿啊 多敌一城河 嗯 1593年 随着朝鲜万里战争 陷入焦灼动态 明朝朝廷中一和的声音又冒出来了 唉 于是又派沈维静出马与日本一和 啊 又是我 要不然呢 对啊 要不然呢 你们可真行 此时的小夕刑场也被打怕了 为了表明和谈的诚意 他撤出了汉城 转到了釜山 这时候大家的心情都是 不想打了 只是封城秀吉也接受和谈 只是 不打也可以 只是要答应我七个条件 让大明公主嫁给日本天皇 更让朝鲜一半的领土给日本 跟明朝开通朝贡护士 等七个条件 史称梦幻七条 面对这些万力不可能答应的条件 沈维静却一口答应了下来 哎 就这么同意吗 是不是过于顺利了 啊 沈维静心想 什么条件不条件呢 先停战再说 转过头来就跟大明汇报说 日本投降了 那投降书呢 我去 把这事给忘了 于是沈维静找到了小气形长 他们要一起伪造一份投降书 能不能搞得真一点 你来你来 还是你来吧 毕竟是你投降 看到日本的投降书之后 万力终于放心了 万力算了算账 这可花掉我大明几百万两军费呀 相当的心疼啊 于是1593年 明军只留下七千人 在朝鲜住房以外 其他人都撤了 我才感觉他们还会回来呢 1594年正月 朝鲜派使者金日族来明朝夕恩 其实又是来找援助 金日族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道 那留下来的倭寇烧杀抢阅 根本就没走啊 他们投降个毛线呀 大明得给我们做主啊 完了 万力彻底是懵了 这到底是啥情况 于是万力把这事交给了兵部讨论 兵部上述 实行心里太清楚了 真的没钱再打了 赶紧给封城秀姬封王 让日本撤出朝鲜 于是万力最终给出了三条 指封王不开通逃共贸易 日军完全撤离 而且要求日本人发誓不再侵犯朝鲜 而小西行长面对这些封城秀姬 不可能答应的条件 他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只要不打仗 一切都好说 转头就跟封城秀姬说 大明答应了你的梦幻七条 就等万力皇帝签字盖章了 啊哈哈哈哈 正当封城秀姬等着万力皇帝盖章时 1594年12月 大明授封使团 启程前往日本 也许是使团的人 也觉得这事不太靠谱 就在路上磨磨蹭蹭 堪称归宿 直到1596年 才到达日本的对马岛 你说这算不算消极代工呢 到达对马岛之后 大使团团长李忠诚 对对马岛太守的老婆图谋不轨 你过来啊 咦但好巧不巧 这位美貌如花的太守老婆 可是小于心长的女儿啊 因此李忠诚遭到一路追杀 所以没办法 他只能脱团一路逃到了朝鲜的庆州 而大使团只能由副团长杨峰亨带领 随后寿风使团终于见到了封城秀姬 我们的条件你们呆呢 双方一下懵了 什么条件都不知道啊 那你们过来干嘛 我们过来给你封王呢 封城秀姬一听直接录了 我已经是日本的王了 还需要大明皇帝来封我吗 封城秀姬也知道 肯定被小西这家伙给骗了 气死我啦 嘿我不要面子吗 你们给我等着 我要打回去 这下一和是彻底黄了 但是寿风使团却向朝廷汇报 日本人已经受封了 而杨芳亨和沈维靖逃到朝鲜 不敢回到大明 也许他们心想大明是回不去了 就在朝鲜安度晚联吧 不久后前线报告 日军的200艘战船整装待发 这封城秀姬是要打坏了 杨芳亨看瞒不住了 直接又糟了 但是他把罪过全都推给了 石心和沈维靖 哎你要脸吗 只要不掉脑袋 脸算什么 结果石心和沈维靖被逮捕入狱 紧接着兵部侍郎行接 升任兵部上署 开始准备第二次元朝 啊哈哈哈哈